当下的感到今天的心 生活中您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就是常常觉得自己做得好或者是做不好一件事 是因为拥有或者是没有某一种东西 有12位来自欧洲的摄影师 他们经常就在托斯卡纳的一座美丽的别墅里面 寻找他们的摄影灵感 互相交流和启发 而就在最近 某个鲜花设计师给他们出了一个考题 那就是在这栋别墅里面布置好了一大片的鲜花 然后让设计师在没有交流和提前观看的情况下 挑选一位模特搭配这些鲜花 拍出属于自己风格的影像大片 他们每个人只有15分钟的时间来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 这可不是一个小的压力哦 但是结果却是意料之外 也是情理之中 因为这12位摄影师 虽然都有着同样的时间准备 有着同样的道具和材料 但是却拍出了风格迥异的照片 无论是构图 颜色的搭配 照片所表达的情感都很不一样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很多时候得到的一些道具 是和别人一样的 而是什么让他们不同呢 便是我们这颗和别人不一样的脑子 还有心灵 当下的感恩 今天的行动 103.8A Radio 与您一起同心学习